大家好 下面讲一下这个 science based经典案例 也是个最新的经典案例 实际上这个经典案例本身就是 科学知识图谱 science mapping 具体内容 发表在 2月号的 这个期刊上 Data and information science 这是一个review 这个science mapping的系统的 综数 下面这个就讲一下 这个过程是具体 产生这个 综数的过程 是前面讲到这个science based 分析过程是 有包括数据 数据收集 数据整理等等 现在开始从数据收集是一个要点 对于science mapping 这么一个科学知识图谱 这么一个领域 它是一个多学科的一个领域 怎么来保证这个 收集起来啊 大家可能还记得前面那个图 这是那个领域的 那个领域的范围 怎么样 证明 怎么样来保证这个数据收集的 是能尽可能的代表这个领域 这样呢 通过这么一系列的 检索的办法 我们用的数据源是web of science 但是 还有可能扩展到其他的数据 比如说scopus 或者是其他的 google scholars等等 这里的一条一条你可以看到这是典型的web of science的检索 检索出一个以后你可以合并 你可以用各种各样的方式进行处理 这个本身的检索的检索的策略啊 受到刚才我们讲的那个几个理论之一 四个阶段的理论 四个阶段说明第一个阶段是新概念的产生 第二个阶段是来构造新的工具和仪器仪表等等这些工具 第三个阶段是应用这些新的工具 第四个阶段是总结前面积累的知识 所以把那四个阶段理论用到这个检索这个阶段来说呢 就是说如果我们想包括四个阶段的特征 比如说工具阶段也就是说第二阶段的特征 我们要把这个有关知识图谱方面的工具 现有的工具我们所知道的工具 都要把这些包括进去也就是说工具方面的特征 概念方面的特征也要包括这是第一个阶段 下边呢 其他的像第二第三第四个阶段 怎么应用 怎么要应用到其他的地方 也可能要包括进去 所以这些这些所有的检索都是为了达到这个目的 就是用四个阶段的理论来怎么产生这些数据 所以最后能尽可能的完整的来概括所有 就是用四个阶段的设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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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些论文可以至少可以代表这个领域 在这个数据源 这个范围之内 我们可以按这个分析来得到一些系统的 总数的我们需要的信息 这个版本是根据前一个版本 现在已经有所更新 但是主要功能是类似的 下面所用到的功能是都在这列出来了 从那个分析的方式来讲是从由浅入深 由大到小 由整体到局部等等 用到了这些功能 这些时间线可视化结构变异等等 我们一个一个来讲这些 从这个方向 这是它那个界面 SizeSpace 5.0.23的界面 界面就是这个时间线选的时间的范围 也就是从1995年到2016年这个范围 1995年的选择为什么呢 因为1995年选择就是 信息可视化 一般认为是从那时候开始起飞的 所以把那包裹进去 这个节点的选择 节点是用这个Cited Reference 这个地方选择 这个每个节点 这是头100 最背影最高的100个 叫100个层次 这100个 头100个层次 比如100个 第100位 你可能是有几个并列的 这又都包裹进去 100个层次 都包裹 这是SizeSpace 打开界面以后 头一页 显示这个具体的信息 你自己的 计算机的什么信息 操作系统 这个Java的版本等等 如果有问题的话 这些信息非常有用 有助于我们帮助你 找到问题 到底出现在什么地方 点一下这个Agree 来继续 按这个选择了以后 1995 2016 这时候你看SizeSpace 它处理 每年处理的情况 最后得到什么样的结果 这个显示的时候 显示 给你显示 300 30 SizeSpace 做出结论 做出这个网络以后 它就告诉你 这个网络里 一共有 多少条记录 这个 一共背影了多少 背影了 489000多 背影文件 参考文件 从这里头 我们要选出 最重要的那些文件 最重要的路径 从整体到局部 整体来讲 这个 这是一个双图叠加 经过这个叫Z-Score 以后 就可以看到简单的来说呀 Science Mapping 一定包括这么几个 这些地方 这是都属于应用的地方 因为这些和 我们知道 这个地方是数学 计算 这些地方是生物 医学等等 这些地方 谈到Science Mapping 那一定是应用的地方 这里是这个 信息科学 这是它的本身 信息科学和计算科学 本身研究技术 这个其他的地方都研究 应用 这些是它受到影响 从哪受到影响 这是一个整体的双图叠加 从知识领域来看 知识领域是研究问题 刚才讲过 研究问题 你到底研究的是什么问题 你最终的目的是什么 你研究的方法是什么 至今 你是通过什么来表示 这是对研究的最后结果 都是直接相关的问题 用的是什么算法 用的是什么数据 这就是把刚才说的几种理论和方法 组合起来 组合起来以后来看看 所得到的这个 这是一个概念术 所得到这概念术里的概念 属于不同的类 这是相当于一个 自动生成的这么一个本体 说这个 黄的是属于方法 方法过程一类的概念 就相当于那方面的概念 绿色的是相当于最终的目标 比如说这个 这是研究 心理学 研究心理学 研究心理学 所谓一个目标 研究心理学 有这么一个图以后 我们就可以反过来 看我们的检索的结果 是不是整体性 系统性和一致性的覆盖了 就是这个 刚才我们说的那个 Science Mapping 这个领域 第二个 还是由浅入深 这还是属于那个 比较容易理解的那一部分 容易理解的部分 就是说这个 是根据这是每一篇论文 每一篇论文 它的 Citation Burst 它的背影的情况 尤其是背影增加的情况 什么地方突出 有背影非常突出的情况 这时候呢 这些标的 红 用红字标出来的 都是里程碑式的文献 刚才讲过 这个里程碑式文献 包括作者公碑引 信息可视化 这个引文 mapping 就是Citation mapping 也就是说Science mapping前一 前身嘛 可以看成是一个Science mapping的前身 叫Citation mapping Domain Vacialization 这时候呢 你也看见到 这个熟悉的几个概念 H-Index Cite Space 1 Cite Space 2 也是在 根据它这个 Citation Burst 也能在里找到这些文献 文献的Citation Burst 是具体用这个 界面来选择的 这是 Burstiness 这几个参数 一般呢 是不用太变化的参数 但是如果要变的话 可以调整这个参数 也可以调整这个参数 实际上其他参数也可以调整 但是调整参数的结果呢 你refresh一下 但是结果可以告诉你有多少 有这种特征的 有这种特征的论文 这是下面的例子 就是说这个 同时这个DOI 告诉你是怎么去 看进一步的信息 全文 共背影文献网络 现在是由浅入深 已经开始 比较到深水区了 就是比较复杂一些地方 这个时间段 是95年到16年 背影最高100倍的 这个 几个参数 这是三倍于节点各数的连线 你说这控制连线 不是包括所有的连线 但是连线得更重要一些的连线 所以最重 从重要的连线之间 选出那些连线啊 节点的个数 比如说100 那连线呢 大概就是不超过300 作为上限 这样的结构可以更清楚一些 下面一个参数 八年内 这是八年内回数有效 也就是说 往回影超过八年以上呢 时间太远了 太久远了 就不算了 就不考虑在这个可视化之间了 如果八年以内算是有效 当然这个参数 你如果设成负一的话 就是所有年多远 比如引用三个世纪以前的 都可以包括进去 最后一个参数 这是 包括在这个图里呢 至少需要背影多少次 也就是说这里至少要背影一次 比如说这个 如果从来没有被人引过 这个是头一次也可以略去 所以说这个是一次是最低要求 至少背影一次 这是这个结果 这个作者 这不是作者 是文献共背影网络 文献共背影网络 这个颜色是相当于时间 它发表的时间 这是最早的时间 这是最早的时间 这是绿色 近一点 这是最 最近的时间 每年 每年的标签是 由它每一个具类 引用具类的文献的 标题 关键词等等 这些来作为标签来源 这个时间线的可视化 时间线可视化就是 在界面上选这么一个 就到了时间线可视化 这是时间线的可视化的结果 这是具体的图 在这来讲 这有很多具体的参数 具体的特征可以调节 就是最后为了 目的都是为了让这些信息更突出 更容易解释 这个里头就可以说 如果现在看到 知识图谱 Science Mapping 有这么分成 你可以如果做系统综数的话 就可以这么讲 从大到小 这个巨类的大小 从大到小 从远到近 由远到近 也就是说 这个巨类 比如说你 从大到小 应该从这开始讲 这是巨类最大的 这是第二大的 等等 从远到近 就是从这个 从这个开端开始讲 一直讲到它 现在 最近的情况是什么样子 开始 由远到近 在此之上 那个特殊的点 比如说 比如说这些红的是 Citation Burst 这是尤其突出的 Citation增长的地方 要特别的注意 这些Citation增长是怎么回事 从这个 时间线还可以看出下列的信息 就是下列信息 告诉每条线路的活跃的状态 也就是说这个参考 刚才那个四个阶段的理论 活跃的状态和这些都挺相关的 比如说它总长是多少 一共活跃了多少年 21年 17年 16年 19年的呢 它的耐久力 就是说这个 有一直 这个21年 一直研究这个持续不断 它耐久力一定很强 就是有这么一个指标 也不是特别精确指标 但是就是说这个 根据这个 几个加号 就是说这个时间很强 这个是 算是相当强 这是大概是属于中等 这中等 其他的 有的还是继续 但是呢 你看这个地方说 这是 结束到 15年结束 或者是到 06年结束 叫99年结束 这个是不同的 它的活跃状态 有的已经 有的还在active 就是 现在还有paper在出现 有的已经是inactive 也就是说最后的paper 是几年前出现的 当然同时 这事儿也需要记住 最后的paper 几年前出现的 它必须满足那背影一次的 也可能 最后paper出现了几年前 但是没有背影 所以不会出现在 这个数据里头 这个 可说话里头 下面具体解释一下 每个巨类 是从大到小 这是最大的巨类 看一下最大的巨类 它牵涉 什么样的概念 刚才说了 这个概念 能帮助我们了解 这个巨类的特征 而且是哪个阶段 它正于处理哪个阶段 在这个阶段 你可以分成几段 这个 这整个非常长这个巨类 21年 20几年的巨类 这个 最 活跃的这一个阶段呢 是在这儿 放大了以后 你可以看到 每一年 下面都有这么几个 几个节点的 简单的信息 作者 年份 这样我们可以看到 每一年最突出的是什么 可是看到这一点 以后 每一年都有一个 至少有那么一个 citation birth 非常强 也就是说这个 领域非常活跃 每一年都有这个 新的发现 而且新发现的影响 还挺厉害的 下面挑着这个 不是说每个巨类 我们都要分析 说最大的巨类 但是下面一个呢 最活跃的巨类 最活跃的巨类 你看这个活跃巨类 也就是说 这里头 这个时间 是 最近的年份的时间 红的 最近的年份的时间 一直在持续 持续时间很长 这里头 你看这个 具体的内容 你可以 都看一看 谁谁谁 哪年发表的什么东西 看一看 这个本身 这是H-Index的配本 所以 可以理解 H-Index 影响了后边 许多其他的index G-Index 等等等等 这个 以前看过这么一个小图 但是最新颖的 共银轨迹 这是 也就是说 根据 结构变异理论 通过结构变异理论 从这分析以后 就可能看到这个轨迹 这种新的轨迹 这是 Howard White 他发表论文的引用 加利辛的桥梁的这些轨迹 是什么样子 同时这边呢 这是另一个非常高产的学者 他的轨迹是什么样子 通过对这些高产学者的分析 我们可以看一看 大家认定的这个战略上的方向是什么样子 战略上走的方向是什么样子 最新的 你看这个文章是19 不是19 2016年才发表的 当时他的背影次数是5 有其他成百 上百的背影的文献 但是是5的 他光靠背影次数 他显示不出来 但是呢 从他引用文献的这个新影性 新影的那个程度 跟别人都不太一样的地方 他能显示出来 虽然只有5次的背影 但他本身能显示出来 所以本身显示出来以后 就是这个 看你这个图 他显示你看他的背影 他把几个不同的 把几个不同的部落 联系起来了 这就是 还是原来那个理论 什么样的理论 最有潜力 变成今后非常有影响的 新发现 这几个 这几条都满足这个要求 都满足这种 但是呢 这是一个 必要条件 也就是说 不是充分条件 满足了这几个要求的 在今后 并不一定 保证 它就是一个 呃 产生非常深远的影响 它只是有可能 有潜力 因为这个 其他的因素 使得这只能是一个 必要条件 而不能是充分条件 聚类的增长 这个聚类的增长 也就是在这一个领域里 我们可以看到这些 呃 星星 带有这个星号的啊 都是 本身 不光本身引用了很多 新影的路径 它本身又被后边 继续引用 而后边又认为它 同时又属于这些巨类 也就是说同时属于同一个巨类 也就是说这几篇文章 都是在同一个巨类里头 不断的更新 不断的增添新的内容的文章 这是一篇啊 啊 综述 这个综述 我们实际上以前看过这个综述 也就是说 它看的巨类 它这 这个巨类之间的关系啊 新影巨类之间的关系 是这些都给联系起来了 它是比较近期的 比较短的 另一个巨类 当时看见另一个综述文件 是往回看的很长的 这一个区域 但是很窄 但是这个文件是 汉的 就是08年的综述 往回看的年份不是太多 但是横跨很多很多巨类 这是都属于知识图一类的 所以这个具体的细节 这个在这篇文章里 这是一共40页 可以有详细足够的信息在里头 你可以看看 大家可以参考的 以前即将的这个理论 设计理论 和具体的分析的办法 看看怎么应用这些理论 到实际中 实际的过程中 怎么选择 策略是什么 怎么分析 好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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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